你好 歡迎收看10月10號大華聯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為了慶祝雙十節節安鄉公所在10號一大早 在希望公園舉行劍走申請活動 這次除了結合10月份開始在節安鄉登場的賽輩節 在10點10分 鄉長尤淑貞也和多位貴賓一起領唱國歌 和現場近百位民眾共同歡慶中華民國110年國慶日快樂 為了歡慶雙十節國慶日 吉安鄉公所10號一早就在希望公園舉辦了劍走申騎活動 8點30分一到 鄉長尤淑貞就協同多位貴賓共同鳴笛 帶領民眾邁開步伐 展開全長2.5公里的健康之旅 大小朋友手拿國旗風車漫步在人潮之中 為了替活動增添色彩 吉安鄉公所這次在路線安排上 也特別結合10月份在吉安鄉登場的賽輩節活動 除了帶領民眾走進浩克藝術村 也在吉安國小圍牆周邊 掛滿了50件平布作品 吸引不少人停下腳步合影留念 因為想說今天是國慶日 然後來參加健行活動這樣子 帶他們出來走走 那你覺得怎麼樣 怎麼走啊 覺得這個活動很好 然後就是也很健康這樣子 唱國歌 生命主義 不甘想說 10點10分一到現場所有人 立正戰號一同提唱國歌 並由國軍弟兄擔任騎手 與現場近百位民眾 共同歡慶中華民國 110年國慶日快樂 多元的文化帶來吉安的美 尤其在疫情微解封之後 我們分流防疫 做好了劍走賽輩節 跟升級活動的這樣的一個分流活動 但是我們堅持愛國家 在雙十節我們開啟了愛國的情操 看到大大小小的親子們 跟我們一起來升級 鄉長游淑貞表示 有感於2019年底 新冠疫情爆發公衛危機 威脅民眾生活經濟與健康安全 但隨著全體國民的共同努力下 疫情才逐漸趨緩 陸續恢復正常生活 希望藉由光輝十月 特別選在希望公園 與所有鄉親共同許下祝福 邁向希望迎向健康 記者 徐立晴 檢安鄉報導 音樂